弹点灌能高速中的十大无解技能 第十名 鬼神细篮 技能拥有者 福田吉兆 阿福的空切细篮 无论是海南还是湘北都感到相当头疼 哪怕是经验丰富的高投 也束手无策 切得直跺脚 不过此技能需要搭配一位优秀的空位 即便你再会跑位 可没人传球给你 那也无从施展 无解指数 半可行 第九名 常人后仰 技能拥有者 花行透 他是整部漫画中 唯一一位使出过后仰跳投的中锋 在身高弹跳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后仰跳投能有效躲过防守圈的封盖 而当197的花行使出这招后 即便放眼全国 能防守他这招的人也屈指可数 但不知为何 比赛后期花行再也没有用过这招 无解指数 亦可行 第八名 百分百三分 技能拥有者 神中一郎 印象中除了被鹰木违反自然规律的封盖过一球 阿神只要出手 就百分百命中 虽然很多时候 帝王木帮他吸引了不少火力 让阿神可以从容出手 但即便没有阿木的帮助 阿神同样可以利用持球能力 或者超运的射程命中三分 无解指数 一星半 第七名 电光识货 技能拥有者 工程良田 能成为漫画中的最强168 工程靠的就是他极致的速度 该技能让他成为香北快攻的发动机 同时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防守上的短板 香北能够破伤亡的紧币 正是依靠了工程的电光识货 可以说没有他 香北的反败为胜 根本无从谈起 无解指数 两星 第六名 无情铁种 技能拥有者 蓝猎 有人说蓝拳王的三分厉害 我却认为更厉害的是他的肘子 不管你打球多么厉害 状态多么超神 蓝猎一肘子就可以干翻 不过此技能只有在关键时刻使用 且只敢使用一次 如果对方板凳身度够深 那即便废掉一个王牌 也用处不大 而且如果遇到像森胖那样的选手 你敢上去废一个试试吗 无解指数 两星半 第五名 开挂三分 技能拥有者 三井兽 三井在体力充沛的时候 三分球并不算稳定 但一旦体力即将耗尽 三分外挂开启的时候 谁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三个的三分 此技能厉害的点在于 三井体力好的时候防守厉害 体力差的时候三分球无解 总之让对位球员无所适从 如果能配上一位像一幕这样 可以不断输送炮弹的球员 效果更佳 无解指数 三星 第四名 无解单打 技能拥有者 泽北荣志 泽北一旦认真起来 没有人能挡住王者的脚步 什么全场一跳舞 空中拉杆躲三人 统统信手练乃 以一人之力就可以打爆整支球队 湘北若不是因为一幕的意外表现 让泽北心里产生迟疑 恐怕比赛早就被伤亡带走 无解指数 三星半 第三名 超级连跳 技能拥有者 一幕花道 每次一幕使出这招 湘北便会士气大振 赛场的气氛也瞬间浪漫 别人跳一下 一幕可以跳两下 别人跳两下 一幕可以跳三下 总比你多跳一次 你说该怎么玩 全数只有一幕能做到这点 所以天才的称号名副其实 无解指数 四星 第二名 坦克推进 技能拥有者 木声音 阿姆的球技不像仙道那样华丽 但却直接了当 简单粗暴 配合一身尖子肉 阿姆的推进宛如坦克一般 即便两人 甚至三人都无法阻挡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詹姆斯 最终安息不得不安排 四人加基阿姆这种赌博的打法 整部漫画能让安息教练如此极端的 仅帝王木一人 无解指数 四星半 第一名 绝对力量 技能拥有者 孙仲宽 要说漫画中最bug的存在 还得是森胖 动不动就将两三人扣翻在地 以帝王木还暴力 不管是全国四强的爱河 还是八强的长城 根本就无法限制住他 凭借着这身绝对力量 森胖才能拿到全输最高的50分 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森仲宽参考了92年进入NBA的 大鲨与奥女 无解指数 可惜 你有不同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猫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